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大家好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場戰爭已經打了21天 俄羅斯用飛彈和轟炸的方法 令烏克蘭很多城市出現重大引命傷亡 但在烏克蘭軍民頑強的抵抗意志下 令烏克蘭的推進受到非常大的阻力 不單止這樣俄羅斯也是選兵折仗 剛剛新出來的消息 號稱鋼鐵怪物的俄羅斯精銳部隊 第150摩托法步兵C 他的指揮官米捷耶夫少將 在這個交戰裏面 死了 這個消息被烏克蘭內政部長顧問 在他的社交媒體裏面 將將軍 死亡的 圖片登外出來 不過這個消息未得到 俄羅斯官方的證實 這場戰爭裏面 米捷耶夫已經是第四個將軍 被擊斃 俄羅斯的將軍被擊斃 可見 他那個 傷亡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 俄軍 連將領也有傷亡 曾經獲得俄羅斯聯邦英雄稱號的一個反戰 榮譽是非元 俄羅斯公開在這次戰爭裏面的死亡 官兵的人數一定會震驚整個俄羅斯社會 當然他不會公佈 可見 即使 在 軍事的裝備 人員在強弱 懸殊的情況下 俄羅斯都不是得到很大的優勢 號稱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博 俄羅斯 其實對烏克蘭比他弱很多 昨天 澤連斯基在美國國會裏面說 強大是什麼意思呢 強大不是人多不是軍事力量大就叫做強大 強大是講這裏 是講意志 昨天他在 美國國會那裏發表演說 那澤連斯基真是很厲害 我覺得 在這個 宣傳戰上 比俄羅斯勝很多仇 他在英國國會演說的時候就是用 邱吉爾 用沙士比亞去打動英國的民心打動英國的政客 希望可以 幫助多些 烏克蘭 他在美國的這個眾議院演說澤連斯基 就用 我有一個夢 馬丁路德金的演說這個很出名的演詞的內容 他說我有一個需要都是他的夢 希望 希望西方世界是搞禁飛區 在烏克蘭的上空 而且也用 日本偷襲珍珠港 用九一日事件 希望可以打動到美國的民心 打動到美國政客 可以對烏克蘭 在軍事上 有加大他們的援助 行不行 暫時不知道 很多顧忌 我這裏也說過不止一次 禁飛區意味著 北約去參戰 會不會擴大 將這場戰事會 擴大到整個歐洲 這裏有一個很大的顧忌 會不會引發 核戰 會不會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是一個很大的感忌 所以 西方世界 非常謹慎 他的謹慎就是意味著 烏克蘭的犧牲會更加大 這就是 出現一個戰爭上的兩難 很多在網上的朋友很欲謹 為何不出兵 北約是為了自保 美國就 拜登是廢的 如果特朗普就早已出兵 小弟認為這絕對是一個幼稚的說法 是一個幼稚的想法 外交和軍事一場戰爭 不是 大家想得這麼簡單 不是在打戰爭遊戲 網上的遊戲 大家自然明白 不是在打網上的遊戲 不是說出兵就出兵 這是一個 很謹慎 慎之又慎的問題 好了我想今天重點說一下中國的態度 中國就一直都說 名女就好像兩邊都不幫 站在中間 實際暗地裡是在幫俄羅斯的 包括在經濟上 俄羅斯被踢出 SWIFT 國際的 這個交易的系統 但是中國就將它納入人民幣為主的交易系統裏面 也都看到在軍事的援助上面 在不同的國家都傳出不同的消息 就說中國 會應俄羅斯的要求提供軍援 雖然中國外交部是恥口否認這件事 雖然在暗地裡是在幫俄羅斯 但是它都要擺出一個姿態 又或者在 西方的強大壓力下 是否把全面擁抱俄羅斯 這個方向 拉近中間一點 你見到他們的宣傳 就已經是 開始有 改口風 各位五毛 尤其是香港的五毛小粉紅要注意 我發現這群香港五毛 比較差 看風向不是很適合 無論在抗疫的問題上 大陸一直在轉 似乎是死由一邊境 這個問題上也是 烏克蘭的這場戰事 為何會有些轉變 中國很重視的就是宣傳 輿論先行 一直都是 傳烏克蘭戰敗 大聯司機要逃走的消息 但中央電視台 昨天 做了一個報導講烏克蘭局勢的報導 竟然 播出 烏克蘭武裝部隊的總參謀部的通報 就說烏克蘭的軍隊 摧毀了俄軍近1700輛坦克 和裝夾車 的新聞消息 在GTV的 這個新聞聯播裏面 那個標題 就是這樣的 關注烏克蘭局勢 DOT 烏武裝部隊總參謀部通報 烏軍摧毀俄軍近1700輛 坦克 及 裝甲車輛 這個是前所未有 說 烏克蘭的 武裝 如何去 摧毀了俄國的 軍隊的裝備 是前所未有 這是不是一個轉方向 不是全面邀請烏克蘭那邊 現在是說在這場戰爭裏面 這場戰爭裏面 是否中國 被西方看穿了 他是援助俄羅斯 他是擔心 會受到 西方的制裁 被普京牽連 所以在這個宣傳上 似乎是要 有少少調整 在中國的官方調整 大家都不知道 不止一次 例如 在網上有很多討論 烏克蘭和中國關係 一向都很密切 他第一隻航母艦 遼寧號來自哪裡 來自烏克蘭 一帶一路 烏克蘭是全程投入 在幫助中國 中烏關係 空前良好 是 一直都是中國做這個宣傳 我覺得某程度上真的忘恩負義 我數給大家知道 有很多都是 說什麼圓圓流祥 友誼萬古長青 有一段這樣的文字 就是 中國新聞網 2017年 話不盡的中烏 烏克蘭的友誼 看今早民眾心相通 我就 在網上 一個網頁叫 不曾遠去的燒煙 很厲害的 把這段文章拿出來 你看完之後都有一些無管洞 有些覺得骨鼻 在黑海之叛 這個廣闊無銀的東歐平原上面 有一個古老又年輕的美麗國家 他是東斯拉夫人的文化搖籃 在剛剛獨立不過26年 這裏有世界三分之一的黑土 盛產果粒飽滿的小麥 營養豐富的葵花籽 肉口多汁的櫻桃等 享譽海外的優質農產品 是名符其實的歐洲糧倉 這裏人才背出 用日了文化巨像 果 窩里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 這個小說在大陸 我想是 我這個年紀的人全部都看過了 作者 蘇聯火箭之父 等等的名家大師 還有很多的藝術家等等 等等 這個就是什麼 有香味俱全的美食 有金髮碧眼的苗條美女 用個美字 實力洪厚的軍事工業 也是閃亮的名片 他就是和中國有著深厚傳統友誼的國家 烏克蘭 下山一千字 不詳細說 貿易關係怎樣 一帝一路怎樣 積極參與 中母兩個人民的文化交換 都是物不可分 等等 其實就是 極盡 肉麻骨臂之能事 這只是2017年的 一篇文章 到今天 烏克蘭 受俄羅斯的侵略 游論 死那麼多 平民百姓 無論是老的 笑的 懷孕的 也有嬰兒 昨天 習俄羅斯基在美國國會的影片 你看完之後你會覺得很心痛 拍到很多 本來昔日是一個 很好的 很美麗的國家 人民充滿歡笑 突然之間 有場戰爭 大禍從天而降 變成 退換敗瓦 有多城市幾乎是沒有一個建築物完整 中國 都會看到的 為什麼以前 跟烏克蘭關係那麼好 極度讚揚中烏兩國人民的友誼 今天完全站在侵略者那邊 這個是 政治就是這樣 一翻出來 反轉豬肚就變成是屎 如果俄羅斯的侵略戰爭對中國影響那麼大 對中國在國際形勢上影響那麼大 在中國內部 又如何呢 在這個問題上 會有什麼 大的反應呢 華爾街報就引述中共的內部消息 其實那個暗湧是很大的 就是說 在中國內部那些還可以發聲有發言權的一些元老 退出下來的元老 對於習近平 內外的政策感到極度不滿 就提出 很大的批評 怎麼說呢 大家知道二十大就是十月的時候會舉行 提出這個監管事業企業 共同富裕 戰狼外交全面親鵝等等 和西方關係一落千丈 華爾街報的引述消息說 習近平的施政 拖累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和鄧小平的政策背道而馳 越走越遠 令黨內的元老 包括 國務院的 前總理 朱鎔基 相當不滿 大家知道朱鎔基 最近也流傳 朱鎔基還在做總理的一段講話 就說 如果一國兩制搞得不好 不只是香港人的責任 我們也有很大的責任 我們變成民族罪人 這段說話 在建制派裏面流傳很廣 突然流傳朱鎔基的說話 我都覺得有點詫異 原來唯一部說 包括朱鎔基在內的元老 對於現在習近平的內外政策 感到不滿 包括 清明的手法 覺得完全是阻礙到中國的 經濟的發展 這個生產也是受到很大的打擊 收緊這個企業的規管 令到科網的企業的股票 要 大跌 而且也有大裁員的情況 維爾加日報就引述中共的內部消息 就說中國的經濟活動收縮 暴露了習近平的權力列行 大家知道習近平就尋求 在今年的下半年 主要就是10月 二十大的時候 尋求他的永續的權力 繼續做總書記 繼續做國家主席 但是黨內的反對聲音不時出現 也因為習近平的一連串政策 包括和俄羅斯結盟 在烏克蘭的戰爭裏面站在俄羅斯那邊 擴大了和西方的裂行 導致黨內不滿 另一個就是關於 國進民退 的經濟政策 令到中國經濟就開始放緩 包括他非常嚴厲的抗疫措施 令到各行各業 開始出現 不單是人民的生活 經濟也都受到很大的打擊 這個 報導就說是黨內的大佬 退休的朱鎔基 提出反對 他很多的經濟政策 也都最拿命的就是 對於他永續的權力 提出很大的意義 維加日報就說雖然 黨內的元老出聲未必能動搖 習近平的 連任的決心也都未必動到他的權力 也都反映到 中國不是沒有異議的聲音 不過他異議的聲音就是在黨裏面 提出來 未必 平民百姓知道 究竟 內外交困包括 烏克蘭的戰爭擴大了和西方的裂痕 有沒有機會 因為他站在俄羅斯那邊受到嚴厲的制裁呢 亦都包括中國這個經濟全面收縮 會不會導致到引起這個社會的不安和動盪呢 尤其是抗疫的問題上 現在看到 他是被迫向病毒妥協 可知道那個困難是相當大的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真是一天都嚴長 可能政治的變化 會有急劇的情況會出現 繼續 我和大家留意著 有什麼最新的情況和大家繼續分析和報導 聊到這裡了 繼續支持我的patre 繼續支持我的深藉有化的channel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